伍滅 是逼我的 呜 嗯 嗯 好熟悉的感觉 这是 仙气 与仙境之间皆是反径 只能吸取天地真云 突破与仙境 成就仙地 所能吸取的 便是仙气 如此浓郁的仙气 简直比一些圣地内的仙气 都要强烈十倍不止 可惜呀 只有洪洪远武的仙气 才对我有用 对你没用 你那么兴奋干嘛 对我是没用 可是对你可是用处很大呀 云一 这是什么力量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可以肯定 应该对身体不安 海云 我们就此分道有必要 狮子双方不管遇到什么宝 都不能出手脚脱 没问题 我们也走吧 这里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虽然没事 有了仙气 你现在就能炼制虚仙气 可以刻画出 运寒仙气的气氛 我想起来了 其实很多机都缺失 感受到仙气 就能想起一些 气氛能 不过只有实践虚仙气 我现在新收仙气 就能够炼出虚仙气 臭小子 来帮你 其他 又欠我个人情 行行行 你说怎么办 将来若是寻找到 带有洪荒骨气的宝贝 直接给我吞噬就行了 没问题 好难的心 怪异 你在做什么 难受着 等等 你有没有感觉 周围的机器在波动 我似乎觉得 此生青脉 渐渐有些障痛 不知是何原因呢 起了跪了 谨慎慎慎慎 臭小子 我已能勉强幻化人心 但无洪荒骨气加持 极不稳定 若长期如此 我一旦陷入昏迷 这神空宝洞 你就进不来了 我明白 这里除了仙气 还有什么 我敢应到九龄夺天碑 我也感应到了 九龄夺天碑之间 存在着感应 墨碑 第一次见到九龄夺天碑 是在一座棺材 第二尊是在古龙遗址 没想到 这第三尊在龙洞内 无自卑 果然又是不灭血点 秋人师兄 这里我看就是一个破院子 肯定是谁设置大阵 迷惑我们 别废话 好好找 副公主之令 你也想违抗吗 别让玄渊圣地占了便宜 那黄蛋 三个女人 一个高贵冰冷 有王神破 一个青春无比 声音甜美 还有一个 又如同青莲一般圣剑 刚是带着一丝俏皮 为什么不是我呀 气死我也 对呀 为什么不是我呀 为什么不是您啊 此番咱们九寒天宫联合各大势力 准备的大计划一旦成功 那沐云 必死不惜 秦梦瑶 公主肯定要作为奴顶 抽取神破 而那王新雅 估计万振宗也不会持之不理 那萧云儿 更是悬月圣地的少圣女 管她什么少圣女老圣女 杀 杀你头小 当然要留着好好玩玩 刚才看见她那样子 我就快忍不住了 还听说那秦梦瑶 怀了三年没下子 我倒是想看看她肚子里怀的是什么 我儿子 可能好玩吗 沐云 老夫等你很久了 就你一人 她死了 你 空间之礼 空间之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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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 我 她 你 你去 搞什么鬼 到我们上转 十针防御太强 但凡是练体术必有破绽 与仙境六处不死之身 在我面前做得和记忆一样 我站着不动让你打 居然在这里 这地方不好下手啊 沐云 现在还有什么手段吗 徐显气在你手中 简直是暴体天物 拿出来 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 满地伤 滋味如何呀 你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命门所在 你 卑鄙 死吧 龙岩已到手 这地方怕是要挡塌了 怎么回事 这么大的震动 石针呢 石针气息没了 早死了 怎么可能 石木云 还是先离开这里 回来了 沐仙王 每次都挺狼狈的哟 仙王是我的前世 并没有披生修为 金石轮回 只为突破智库 就算你重新开始 在我的指导下 也应该同击无敌手才对呀 需要赶紧调戏恢复了 你现在万古雀蝶已经到了第三大城了 赶快恢复吧 如果撤在你的审舍 就能有什么样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在审舍 你现在要有什么 我会不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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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要做的 我会不会做的 宋师松了吗 你不这样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一会万一你们玄月圣地 和我们九寒天宫的人打起来了 你可怎么办呀 别浪了什么 故事 师兄很严 不浪了师兄 陆师妹别磨叽了 等会韩芸师兄发现我不在就糟了 让我亲一口 师妹 我就喜欢你这味 变态 该死 装神弄鬼 老子宰了你 这地方是我先到了 小子 耽误我的好事 我也不杀你 老子是九寒天宫核心弟子宋剑 你给我跪下磕三个头 此事就算了了 宋剑 你不是改些饭吧 不如我想那两个 臭小子 眼睛往哪看呢 再看笼子的女人 小心老子挖了你的双眼 你的女人 是一颗中品圣丹换来的 你找死 不知 你 你是谁 沐云 血蒙蒙主沐云 你 你让人不计小人过 我就是鬼 就是他 你就是沐云 你又是什么东西 好你个沐云 杀我九寒天宫的人 还敢在我寒玉面前 承认你的身份 你可真是大胆 九寒天宫 你说的是寒天宇 你简直太猖狂了 竟敢杀了天宇师兄 还敢轻视九寒天宫 第一天才 韩玉师兄 沐云 你简直找死 九寒天宫只要是个人 都是第一天才 找死 你 Fa 你 你 literally 你 他 你 你 滚 滚 再来 九寒天宫不会放过你的 此情结束 你血蒙将消失在整个三千小世界内 到时候我就好好疼爱你的妻子 就像这样 你们九寒天宫领头的是谁 是 是韩玉父公主 你可知道韩玉口中所说的是什么 我 我只是听到韩玉师兄说 说什么血迹计划 是玄通山法器 我记他不知道啊 快 快 快告诉傅公主 黑玉死了 死了 被沐玉杀死了 是 有没有见到一个身着白衫的青年 长发竖起 额前留着两束发丝的 他 见到了 只是我告诉你 你给我什么好处 好处 可以啊 你凑过来一点 我告诉你 你们谁知道 我给你们的报酬 就是留下你们的命 见过 他自生是沐云 杀了韩玉 离开了 往哪里走了 那边 很好 这次必须取得性命 走 有没有 傅公主 哦 还有老熟人 五年前在南狱 云儿正是跟在这云圣石旁边 玄月圣地有十位圣士 各个都是异常强大 银 沐公主 韩玉被杀了 怎么回事 那宋剑被沐云欺辱 韩玉少爷去调解 结果那沐云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将韩玉师兄杀了 沐云辞子 先前击杀我九韩天公少公主韩天宇 现在居然又杀我弟子 我看她血蒙 是不相存在了 韩允公主 如此不分青红皂白 是否过于武断了 沐云乃是血蒙盟主 不至于为了这么点事 杀了你九韩天公的弟子 少圣女 我知道你与那沐云不清不楚 这五年来没找到血蒙去 恐怕早就成了她的女人 韩丘仁你少胡说八道 哼 少圣女还是冰清雨节之身 这件事情少圣女自己说了可不错 若不然丘仁可以给少圣女检查一些 firmware beginner 居盛是何必冻目 求人真是开玩笑吧 现在似乎不是争吵的时候 这阅语看起来普通 可是上面的禁制 唯有我们联手才能够破开 还需我们一起去查探 管好你弟子 贪图扣舌之力 熟益没命 大家一起闭眼 感受阵法禁止 这殿羽被一座大阵包裹 要众人合计一处 与强则强 需要多人攻击不同处 原来如此 所有人在不同方位 全力攻击大阵阵法 用于反噬之力 立刻停手 不愧是你 这么快就有了破解之后 要是其他人 可能十天半月都没法子呢 这这 车转到这眼就行 动了 动了 门开了 撤啊 喧致 struggle 啊